我们都知道阿富汗这个国家有着帝国坟场的称号。阿富汗在近代历史上,曾经遭受英国、苏联、美国三大强国的侵扰。英国入侵了三次,苏联耗费了整整十年,美国则用了长达二十年的时间,花费天文数字,均以失败告终。 其实,在古代历史上,号称一代天骄的成吉斯汗就曾经成功征服过阿富汗地区。而且正因为成吉斯汗的征服,导致了阿富汗从那以后长期的一蹶不振,造成的深远影响一直延续到现在。 阿富汗在历史上曾经被成吉斯汗征服过,只不过那时候的阿富汗属于花拉子摩帝国。 早在阿富汗建国之前的阿富汗地区很早就出现在中国史籍中,也就是史书中所记载的大厦、图火罗等等地区。 在公元658年,大唐帝国还在阿富汗地区设立过越之都督府。 阿富汗地区曾经被燕达人统治过,被萨珊波斯人统治过,也被突厥人统治过。 在公元1215年前后,突厥人在阿富汗地区建立的古尔王朝,被兴起于河中地区的花拉子摩王朝消灭,阿富汗地区又沦入花拉子摩人的手中。 也就是说,阿富汗在13世纪初的时候,原本是处于信奉伊斯兰教的花拉子摩帝国的统治之下,而且还成为了其中一个物产十分丰饶的呼罗山行省。 就在当时,在阿富汗地区修建有十分发达的灌溉工程,并且靠此引来了兴都库什山脉的血水浇灌大量的农田。 因此当时的阿富汗被誉为花拉子摩的粮仓,还被当时的阿拉伯历史学家赞誉为蓄日之邦。 可是很快花拉子摩和阿富汗的灾难便突然来临,世界历史上的13世纪注定被称作蒙古帝国的征服世纪。 成吉思汉一手统一缔造的蒙古帝国,历经了三代人数十年的南征北战,东征西陶,由此建立起了人类历史上最庞大的帝国。 可是显为人知的是,最初的成吉思汉受限于自身对世界认知的不足,其实并没有征服整个欧亚大陆的巨大野心。 他还只是像中国历史上的那些传统帝王那样,视野中仅仅存在着金国、西夏、南宋这样的征服对象,还没有想过他的军队能征服到那么遥远的地方。 就比如说,看似强盛的花拉子摩帝国,成吉思汉原本对这个帝国还是心存忌惮的,最初只是派出使团和商队与其发展正常贸易,一直处于相安无事的状态。 可是狂妄自大的花拉子摩国王摩科末却无端给自己的国家和家族招来了灭顶之灾。 面对成吉思汉的和平使团和商队,国王摩科末却污蔑他们是成吉思汉派来的卧底。 不仅抢掠了商队的货物,还丧心病狂地把蒙古商队一百多人统统拉到花拉子摩的国都,也就是玉龙劫翅最大的市场上全部斩首处死。 这样赤裸裸的巨大羞辱,让异常彪悍的蒙古人如何忍受,成吉思汉之道后愤怒到了极点。 他绝食三天后登上高山,向长青天跪下,发下誓言,誓死一定要灭亡花拉子摩。 于是蒙古大军这才开启他们可怕的第一次西征,并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不打不知道,一打才发现花拉子摩的军队根本不是蒙古铁骑的对手, 花拉子摩的国都玉龙劫翅很快便陷落。 成吉思汉来到不久前摩科莫屠杀他商队的那个市场, 面对下面乌鸦鸦的俘虏高声谴责。 你们都有罪,我就是上天给你们降下的惩罚。 说霸大屠杀开始,城中几十万百姓都被屠戮。 国都玉龙劫翅的悲剧在整个花拉子摩的土地上到处上演, 就比如说,在阿富汗的巴米扬城就更加惨烈。 在围攻巴米扬城时, 成吉思汉最宠爱的孙子莫屠根被巴米扬城守军意外射死。 成吉思汉失去最宠爱的孙子, 在悲痛之中怒不可遏, 于是下令攻破巴米扬城后不允许留下活物, 不仅杀死了城中所有的士兵和男性, 甚至连妇女儿童也没有留下活口。 更可怕的是,成吉思汉下令蒙古大军在阿富汗境内所到之处, 要毁掉一切的灌溉设施。 在人为的引发了大水漫灌之后, 昔日多产的良田都迅速变成了不毛的严俭之地。 成吉思汉对阿富汗农业资源的严重破坏, 导致了阿富汗从此沦为贫瘠的饥饿之地, 甚至直到今天都没有彻底恢复。 在成吉思汉因仇恨所导致的残酷征服之下, 阿富汗地区的人们开始战礼和胆寒, 以至于在阿拉伯人所书写的史书上留下了这样的一则技术。 一个蒙古小兵来到一个阿富汗的村庄, 村民们呈惶呈恐地纷纷跪地迎接。 这个小兵命令所有男人相互捆绑起来, 村民都乖乖照办。 结果整整一村庄的男人都自负其手, 被一个蒙古小兵轮流全部处死。 在整个过程之中没有一个人反抗, 他们完全被蒙古军队的残暴给吓破了胆, 曾经飙悍的民族也最终沦为了懦弱的羔羊。 为了统治广袤的中亚地区, 成吉思汉的子孙在中亚建立起了两个帝国。 一个是查河台, 另一个便是伊尔汗, 阿富汗正好被这两个帝国给一分为二。 这两个帝国统治中亚界二百年的时间, 阿富汗在这期间一直都是老老实实, 几乎没有什么反抗。 就在如今的阿富汗, 我们依然随处可以见到古代蒙古征服者留下的民族烙印。 因为如果你去过阿富汗, 你就能随处见到长相酷似东亚人的阿富汗人, 这些人其实就是阿富汗第三大民族哈扎拉人。 哈扎拉人是阿富汗的第三大民族, 在阿富汗的哈扎拉人大约有数百万之多。 与阿富汗的第一大民族普什图人和第二大民族塔吉克人, 这两个白人种族显著不同的是, 哈扎拉人是典型的黄种人。 一般的哈扎拉人的典型体貌特征是, 黄皮肤、脸平扁、高颧骨、眼眶较高、 鼻宽度中等、唇厚是中等。 这导致了一眼看上去, 就觉得和蒙古族人或者中国北方人非常相似。 那么问题来了, 哈扎拉人具体是从哪里来的呢? 正因哈扎拉人长相和蒙古人非常相似, 很多人认为哈扎拉人是蒙古西征军的后裔。 正如上面所说, 阿富汗曾经是花拉子摩的领土, 蒙古大军在灭掉花拉子摩后, 又在阿富汗的巴米扬地区驻扎了一支留守部队。 而如今的哈扎拉人就主要生活在阿富汗的巴米扬地区, 这刚好和历史上蒙古军队镇守的地区相吻合。 而且在波斯语里面, 哈扎拉的意思就是一千, 而蒙古军队当年的编制就是千户。 在成吉斯汗继位的时候, 蒙古军队共有95个千户。 有可能当时蒙古军队在阿富汗巴米扬留下的军队数量就是一两个千户。 根据历史上欧洲旅行者的记载, 直到16世纪的时候, 在阿富汗巴米扬地区的哈扎拉人还说着蒙古语, 后来才慢慢被波斯语所取代。 但是直到现在, 哈扎拉人的语言中还夹杂着很多蒙古语的词汇。 除此之外, 哈扎拉人所住的帐篷和蒙古包十分接近。 而且哈扎拉人的衣着服饰、饮食习惯以及婚宴风俗也和蒙古人相当接近。 以上种种迹象表明, 哈扎拉人很可能确实是蒙古人的后裔, 至少受过蒙古人很大的影响。 更有意思的是, 就在2003年的时候, 英国一家大学研究机构对哈扎拉人的基因进行了检测。 检测结果显示, 有三分之一的哈扎拉人的确具有蒙古族基因, 可以确定为蒙古人的后代。 可是这里又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 那就是另外三分之二的哈扎拉人又是哪里来的呢? 基因检测结果显示, 这三分之二的哈扎拉人和中国北方人的基因有很多相似之处。 其实, 在唐朝时期, 大唐的玄奘法师去印度取经的时候, 在路过了阿富汗巴米扬地区的时候, 就记载了当地居民的长相以及生活习惯, 并且表示他们和中原人极为相似, 当时的玄奘法师对这一现象也感到迷惑不解。 这些长相和中原人极为相似的当地居民, 应该就是哈扎拉人的祖先。 而玄奘大师途经阿富汗这个事情, 具体发生在蒙古西征的500多年前。 也就是说, 早在蒙古西征前, 阿富汗地区就已经生活着很多的黄种人了。 玄奘大师看到的这些和中原人极为相似的人, 则很可能是唐帝国之前, 汉帝国在西域的驻军以及家属的后代。 在汉朝崩溃之后, 三国争雄, 天下大乱, 中原是回不去了。 这些人为了躲避灾祸四处离散, 后来很可能迁到了阿富汗地区, 最终定居在了巴米扬一带。 后来, 晋朝时期五湖乱华的时候, 又有很多汉人为了逃避杀戮逃到了西域, 有一部分可能也流落到了阿富汗。 接着到了唐朝时期, 便发展成了玄奘所看到的样子。 进而在蒙古西征之后, 留下的蒙古驻军就和这些长相和自己相似的当地人通婚融合, 最终慢慢发展成为了如今的哈扎拉民族。 哈扎拉人正因为黄种人的外貌特征, 所以在阿富汗地区一直饱受各种的歧视。 哈扎拉人在以普什图人为主的塔利班掌权时期, 就曾经多次遭受到了杀戮迫害, 所以是个多灾多难的民族。 就在现在, 塔利班又重新执掌了阿富汗的政权, 哈扎拉人之后的命运, 我们还有待长期地观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